Hello,我是盈盈 我现在在等一个神秘嘉宾 我们俩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见面 以前都是在微信或者是其他渠道联系 今天有一种网友见面的感觉 我们约好了今天晚上一起吃烤串 喝啤酒 他马上就到了 我给大家看看他是谁 对 就是你们的帅小米 我们Vlog里做的很棒的一位小姐姐 6片吧 6片还是8片 啤酒吗 还是葡萄和鱼 我是你的青菜 是花菜 是菠菜 做成你的早餐是平淡 小姐姐开录啦 我是你的牛排 是鱼排 是猪排 羊肉串也要配 配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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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我是你的青菜 是花菜 是菠菜 是菠菜 做成你的早餐是平淡 在温暖 是朝夕相伴 哎呀 我从小夕杂了 我感觉跟这种比较挺抛的 你养我吗 你好养吗 嗯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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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去 我吃草有心了 你要吃它 我养得起 我吃菜都行了 我只吃青菜 可以可以 养得起 哈哈 哈哈 好不好意思 好坏心啊 我看你那个视频那黑啊 是不是有 是不是有 对啊 怎么这么黑 刚刚目送小米坐车走了 我跟小米认识一年了 其实 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一年前 我们是通过那个嘉年华比赛 我们俩的名词很近 都在角逐 角逐那个第15名 现在还是历历在目 真的是不打不相识 感觉很好 小米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做自媒体 我也是 都是一年左右的 就是聊了很多关于自媒体的路程 还有对未来的期待 对未来的规划 我觉得它挺好的 真的 平时如果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朋友多多交流 我是很愿意的 希望广大朋友来郑州的话 都可以联系我 大家可以多多交流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我要回家了 拜拜 拜拜